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诸天记》 作者 庄碧凡 第242集 这一战打得天崩地裂日月无光 林飞所有手段都用上了 却还是从头到尾被中山死死地压制 金丹六转的恐怖存在 根本就不是命魂境界可以对抗的 林飞甚至再次将四道剑起 与凶星四剑相合 打到命魂都快碎裂了 依然只是与中山拼了个不相上下而已 更要命的是 这个时候风节来了 林飞当场就差点哭出来 麻烦大了 本来呢 林飞的积累就要远胜其他的命魂修饰 之前的火节水节都是压制压制再压制 一直到压制不住的时候才悍然杜劫 谁知道 这一次在这十八级台阶之上 接连大战九场 场场都是金丹宗师 这对于命魂修饰来说 简直是一辈子都碰不上一次的机缘 几乎每一场大战都让林飞获以非浅 一连九场大战下来 就连林飞自己都觉得 得到的好处实在是太大了 估计就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风节悍然降临 这命魂风节呢 乃是阴风之节 一股阴风自久悠之下吹起 极寒极阴 一切神通法术 皆不能抵御 稍有不慎 便会被吹成飞灰 接下来 林飞简直是九死一生 一边与中山纠缠 一边与风节对抗 父辈受敌之下 林飞数次游走在生死边缘 其中有三四次 林飞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 却都是靠着一点点运气 才顽强地活了下来 最后 硬是靠着这一点点运气 撑到了风节结束 不过这个时候呢 林飞也到了游禁灯窟的地步了 真缘枯竭 心力交瘁 除了源自道基的武道剑气之外 自己竟是连白骨阵图 都预始不动了 这种情况之下 又如何抵挡金丹六转的中山呢 然而 就在这生死关头 林飞突然发现 自己的生死玄关 竟然隐隐地 有些松动的迹象 这个发现 顿时让林飞吓了一跳 生死玄关一开 便能寿元大增 真缘源源不绝 举手投足之间 便又依山填海之力 更重要的是 生死玄关一开 便能生出生死戒狱 这可是金丹三转才有的手段呢 这个时候 林飞已经过不上去追究 为什么金丹三转才有的手段 会出现在 命魂四节的自己身上 接下来 林飞干了一件 胆大包天的事情 她居然是用了八成的力量 来冲击生死玄关 只有剩下的两成 才是用来对抗中山的 这简直跟找死没什么分别 林飞已经不记得 自己究竟多少次 在鬼门关前徘徊了 终于 轰个一声之后 生死玄关打开 源源不断的真元涌了出来 万千道法融会贯通 生出了林飞自己的生死戒狱 或者说是 生死剑狱 因为林飞发现 自己的生死戒狱当中 万千剑光纵横 璀璨有如星河 中央一道闪耀 那是太乙剑气 四方又有 黑白赤蓝四道光芒缭绕 那是云纹 通幽 昔日 雷玉 四道剑气 林飞知道 这是因为自己修炼 朱天万剑诀 一身道法 尽在这五道剑气当中 所以自身生出的 生死剑狱 便是将这五道剑气 彻底演化 林飞欣喜之下 连忙催动 自身生死剑狱 想要抵挡 中山的万五山河燕 结果 生死剑狱一动 林飞就发现 这生死剑狱当中 云纹通幽西日雷玉 这四道剑气 竟是引动了雷火水风四季 顿时 雷光 星火 寒水 阴风 四种结束旗帜 一击之下 竟有天地之危 然后 中山就消失了 哎 是的 将林飞逼到山穷水尽 一次又一次绝望的中山 竟然在这一击之下 消失了 林飞从第一级台阶打上来 一路击败各鲁金丹宗师 可是 从来没有哪一战 赢得有这么莫名其妙的 没错 自己临阵度过风节 又生出了生死剑狱 确实是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可是再怎么脱胎换骨 也不应该这么轻易才对啊 站在第十级台阶之上的 可是金丹六转的中山呢 他是号称万法不沾 神通法术不入天罡 便难伤分毫 怎么会被自己 喂出全力的一箭击败呢 林飞站在第十级台阶上面 久久未动 足足过了一炷香的时候 林飞脸上才突然露出笑容 我明白了 假的就是假的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然后便一步踏上 第十一级台阶 台阶之下的金大海 和杨明真人明不明白 林飞不知道 他只知道 自己已经真正明白过来了 原来 这才是这十八级台阶 真正的面目 哪怕这十八级青石台阶 能将孤山之上的所有金丹宗师 都一个不落地复制下来 从神通到法术 从法宝到神福 完完全全 一般无二 但是 一位金丹宗师 动辄数百年修行 本身便是一部活着的传奇 尤其是神通法术 法宝神福 所能道尽的 数百年的经历 数百年的见识 数百年的感悟 这一切的一切 别说这十八级青石台阶 复制不出来 便是那些 已经位列先天的法宝 只怕 也没法复制出来 所以才有林飞生死剑狱一出 中山长老瞬间 灰飞烟灭的一幕 云文 通幽 昔日 雷狱 这四道剑气演化出来的 乃是真正的命魂四大结束 这是真正的天地之威 十八级青石台阶 复制出来的金丹宗师 空有神通法术 空有法宝神福 却又如何比得上 真正历尽六阶的金丹宗师呢 所以说 假的终究是假的 果然 在度过风节 生出生死剑狱之后 林飞在接下来的 几层台阶之上 可以说是一路势如破竹 这些空有金丹六转的假货 根本挡不住林飞生死剑狱一击 不过片刻之间 林飞就闯过了十五级台阶 前方便是第十六级台阶了 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的 会是三大门派的哪一位长老呢 林飞知道 能够站在这最后三级台阶上面的 必然是三大门派的那三位长老 这一次踏入无边废墟的金丹宗师 虽然不少 但是 也只有赤鸣龙像赤霞这三位 才是真正的金丹九转 被人称一声真人的存在 真人呢 林飞想着 也是不由有些激动 能在命魂四节之时 便与一位真人生死相伯 这等机缘简直惊人 然而 等到林飞一脚踏上第十六级台阶 却顿时愣了一下 这 什么情况 怎么没人呢 林飞不肯死心 又一脚踏上第十七级台阶 结果还是一样 不去 最后一级台阶该不会也 林飞气急败坏之下 一抬脚就上了第十八级台阶 冷风嗖嗖吹过 下方一片空旷 最后一级台阶上面 嘿 居然又是空无一人 林飞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面 看着下方的孤山 一时之间 真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三级台阶上面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想象中的三大门派的三位长老 想象中的金丹九转的真人 全都没有 这也太扯了吧 亏得自己上来之前 还想了半天呢 又是做心理准备 又是想好退路的 结果 裤子都脱了 上面居然没人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辞 订阅朱天忌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